不好了 师父 大蛇被后山那只老乌龟给咬伤了 大蛇打不过乌龟 你有没有眼花啊 没有 它还被那乌龟咬得遍体鳞伤呢 那么神奇啊 带我去看看 师父 你看那大蛇奈何不了它 老乌龟太可恶了 它总是不明刀明枪地打 它总是偷袭大蛇 这位龟兄还真是聪明 但为什么乌龟动作那么慢 还打不赢它呢 不是啊 它平常慢吞吞的 你看它头伸出来那一下 很快啊 啊 就算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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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每一招都要快 慢也可以赢快 只要出招的那一下够快不就得了吗 师父 你看了龟蛇大战 是不是误出什么道理啊 其实龟的那种打法 是极高的武功境界 以慢打快 以手为攻 用自己最强的龟壳 来化解抵御敌人的攻击 然后趁机反击高招 真是高招 八王爷 怎么会请这么一批侵犯到王府 是不是让本座帮你捉拿这批侵犯 不要侵犯前侵犯后 我们全部都有名有姓 我是武当派张军宝 武当派于连舟 武当派纵染条 武当派张苏西 武当派于代言 武当派张翠山 全都是从天爵牢逃出来的 不是侵犯是什么 今天我们叫八王爷开这个会 就是来跟你算账 启禀王爷 我这个公主是假冒的 我是受逍遥王和张启乔的指使 假冒公主以博取王爷的信任 你说什么 真正的公主已经被我们杀死了 逍遥王 你还有话要说吗 我还需要讲什么吗 派人 将逍遥王一干人等 拿下 金贼仙亲王 杀了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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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快 走 走 走 来 快 这是什么船 太极 太极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门功夫 当然没听过 我创的没多久而已吗 还创立不久 一门功夫多则十年八载 短则三年 才会有所成就 你才创立不久 不可能的 这些就是太极拳的好处了 一学就会 我这群徒弟个个都会 要不要看一下 武当弟子 是 师父 刷两招太极拳 让逍遥前辈指教一下 是 小朋友们 想不想学 动作简单 成身健体 一学就会 一起练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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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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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